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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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九想了想 好像自己下嘴是凶猛了些 不过帝君他总不好意思跟爹爹说被夫人给咬了吧 那多丢人 念几词 好气地道 我一个堂堂地厚 还怕了你老爷不成 回去 白旗拉过凤九的手 我觉得父君这个点是打小报告的意思 哥哥说不能助长这种不良风气 不然你再惩罚他几天 那你想怎么惩罚父君啊 把他陪老爷住一个月 凤九想想自己老爹的样子 捏着两个孩子的脸蛋 真是这样 你老爷先挖坑埋了我这个女儿 吃过早饭 凤九拉上城玉回青秋 少晚蹬着凤九打去 没骨气的狐狸 这就巴巴地贴上去了 凤九揽了他的肩 一起去玩 我只身凤凰毛还要留着欲动 不去 晚姑姑是怕被父君拔忙 凤九笑着带孩子离开 回到青秋已是午时 三个孩子率先骑着白泽兽跑了回去 正在陪着帝君喝茶的白衣上神 总算是看到了希望 老爷老了 白起白话冲上前一顿亲热 上神搂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气消了大半 帝君看见凤九回来了 眼力一片柔和 开心地喊了声 小白 谁知他眉头一挑 鼻子轻哼了一声 给老爹请了安 没礼帝君 白衣上神拉下脸 也不过连颂还在面前 沉声道 你随我来 凤九看老爹的脸色不好 你也惹道 这也没外人 爹有事就之说吧 白衣瞟了一眼帝君的胳膊 帝君的伤可是你弄的 凤九当着老爹面不好意思说 他吃小凤九的醋 把帝君咬伤了 硬着头皮回 是帝君他错了 帝君他怎么有错 咱们清秋哪里有家报的习惯 家报 凤九手趴地打向帝君 我何时家报你了 又捏了下帝君的胳膊 还敢告黑状 白一直愣愣地看着凤九 当着众人的面就敢欺负帝君 脸色十分难看 呵斥他 白凤九 你还说没有 凤九不服气地问帝君 是不是你错了 你错了我才咬你的 帝君哪里想叫白衣上神 教训自己夫人 他只想叫凤九早点回来而已 拉着他的手 柔声回 夫人我错了 你咬就是 你在外面怎么能咬得到 连颂看着白衣上神郁闷的脸色 甚是庆幸自己找了的好女婿 滚滚不会折磨他 一边看戏很开心 白衣看着两个人 他本是想替帝君教训凤九 现在局势突然扭转 帝君自己认错 意识正住 帝君笑意 拉着凤九 跟哄娃娃一样 我错了 你罚我 凤九还没开口 周堂和米谷逛了 及时回来 手里拎着两块搓衣板 殷勤的地上一块 地后 周堂送个小礼物 凤九接过 想起凡事人罚贵搓衣板的风俗 眼角都是笑 拉起帝君说 这个好 就罚这个 东华你试试 帝君看着一边 笑得合不拢嘴的连颂 对周堂道 那块可是送你家将军的 是 连颂扇子趴的和尚 看着周堂 李妖送双 都给帝君 谁知成欲上前抢下 笑道 李轻情一众 周堂这礼物我收下了 迷鼓掩了嘴偷笑 他带周堂去逛集市 周堂不想在仙家之地 也有搓衣板这东西 想着自己托帝君 将军的缘分修成先生 总得送个礼物聊表心意 问迷鼓 小心出来天庭 想给将军送个礼物 迷鼓笑笑 那就送个搓衣板实惠 此时 不想帝君老人家也收了一块 白衣上神看着前一刻还高高赞赏 一脸冷色的帝君 此时 一脸笑容甚至可以说是讨好的笑容 跟在拎搓衣板的女儿身边回猪楼去了 有长风袭过 他看着帝君的背影响起一句话 叫一物将一物 帝君老人家的清誉 散毁在女儿手里了 看看一心维护帝君形象的丛林仙官 莫名地觉得自己亏欠了这正直的小仙官 烫口气离开 成玉收下周堂的搓衣板 在连颂面前摆弄 一脸月色 连颂一脸产笑 小玉 我最近没犯啥错误 这个不用提前体验 不急 我相信你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周堂看着成玉离开 有些坎特地道 将军我这是送错东西了吧 没错 送得好 能叫东华贵搓衣板 直 周堂想起一句话 叫相爱相杀 大概就是指帝君和将军这样子 其实 连颂贞觉得搓衣板不错 家丑不可外扬 店内贵贵板子 总比成玉一脚把他踢出来 人尽皆知的好 白起白话看帝君要被罚贵 开心的一顿嘀咕 向卓柔跑去 两个吊在窗下 听他父君说 夫人 这个搓衣板是叫我顶着 不 贵上去 哦 贵了 小白就不气了 不气 那我问夫人一句话 你可是吃醋了 吃了 那又怎样 少婉说你这叫精神出轨 帝君没烧一挑 他懂得多 费脑力 毛怕是要掉光了 帝君你不要转移话题 曾经在范英谷你撒谎骗我说下跪了 今天已病乏了 帝君嘴角上扬 笑着 夫人吃醋了 我就受罚吧 说这话先起衣脚准备下跪 凤九一看 上前一把托住帝君的手 不行 你是天地公主 你被罚贵了 我怕挨雷劈 帝君借机揽住凤九的腰 就知道小白疼我 温软的身子紧贴了过去 脸底在凤九额头 低语 小白 昨夜我想你一夜未眠 现在你陪我睡会 千万别被帝君魅惑 凤九心里想着 艰难的推开帝君 你休想用美色迷惑我 我说你可以不贵 但没说不乏 指着搓衣板道 你拖了靴子光脚踩上去 掉在窗外的白旗对白话说 娘亲心软 父君踩刀子都不怕 还怕踩个搓衣板 是啊 一会父君又说小白我晕 连踩都不用踩了 两个一阵轻声嘀咕后跑回猪楼 敲门走了进去 白话看着凤九说 娘亲 刚才姥姥还说想你了呢 凤九回来被老爹训斥 还未顾上去看娘亲 看了一眼帝君 你乖乖站着 我一会就回来 白旗推着凤九出门 娘亲 你放心儿子帮你看着父君 帝君看着小儿子推走凤九 就知道这是要算计自己 随脚挂笑看着 两个孩子看凤九走了 抱着帝君的腿道 父君 娘亲也太狠了些 怎么舍得罚你 是 你是想替父君受罚 白旗掏出快膏给帝君 儿子觉得不公平 娘亲跑出玩父君受罚 不如 父君你也躲出去玩几天 娘亲想你了就不罚了 帝君忍了笑 也对 咱们现在就走吧 白旗认真的说 我们不走 到时候好带娘亲去找你 不然娘亲一生气不要你了 那我走了 谁给小白 自然是儿子啊 哦 休想 我喜欢被小白罚 帝君挑衅的看着 白旗的小脸皱了起来 哼 父君你太坏 白旗拉着白话走出房间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父君太难忽悠了 白旗咱们还是找老爷姥姥去吧 不 我要给父君增加点重量 两个回到房间 白旗抱着帝君笑嘻嘻地道 父君儿子陪你受罚 说着自己爬到帝君的肩膀上 又招呼白话 你快上来 这样父君才能保持平衡 凤九和娘亲说了一阵子话 回猪楼 帝君见了凤九委屈地道 小白 我脚疼 我头 父君骗你的 父君刚才还扛着我们做蹲起呢 凤九抱下白起白话 姥姥给你们做好吃的了 快去吧 两个孩子跑出去 凤九笑咪咪地看着帝君 这么有力气 抱着我接着坐 小白 我觉得这板子要是换个地方放 那一定会很疼 怎么 东华你想跪膝盖 不 帝君拉过凤九的手 伸向自己的后背肌肤 你看如果躺在搓衣板上 那一定痛啊 凤九摸摸帝君的后背 觉得可以一试 好 那你就去躺搓衣板吧 帝君眼力闪过脚匣的目光 抱着搓衣板上了床 删减一日 周堂看见帝君心情甚是忐忑 却不想帝君被罚跪了搓衣板 却春风得意的样子 心中暗叹 果然神仙境界高 但 几日后 他发现自家将军同样是被罚跪了搓衣板 境界却大不同 脸色像是苦彩花一样 他不知道 他家将军是扛着夫人光着膝盖跪在搓衣板上的 和帝君比那境界岂能相同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